老禅游记 第一回 这是汇金为Librovax.org所提供的录音 Librovax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 花莲台湾2008年 老禅游记 刘厄所著 第一回 土不治水历年成患 风能鼓浪到处可为 话说三东登州府东门外有一座大山 名叫蓬莱山 山上有个格子 名叫蓬莱格 这格照得画洞飞云 株莲卷海 十分壮丽 西面看城中人户 烟雨万家 东面看海上波桃 蒸容千里 所以城中人士往往于下午西尊窃酒 在隔中住宿 准备次日天来明时 看海中出日 习以为常 这且不表 却说那年有个游客 名叫老禅 此人原姓铁 单名一个英字 号补禅 樱木揽禅和尚喂鱼的故事 遂取这禅字做号 大家因他为人颇不讨厌 弃重他的意思 都叫他老禅 不知不觉 这老禅二字 便成了个别号了 他年纪不过三十多岁 原是江南人士 当年也曾读过几句诗书 因八股文章做得不通 所以学也未成尽得一个 教书也没人要他 学生意又嫌岁数大 不中用了 齐先 他的父亲 原也是个三四品的官 因性情淤浊 不会要钱 所以做了二十年十缺 回家人士卖了袍挂 做的盘产 你想 可有余资给他儿子应用呢 这老禅既无主业可守 又无行当可作 自然饥寒二字 渐渐相逼来了 正在无可如何 可巧天不觉人 来了一个摇串林的道士 说是承受一人传授 能治百病 街上人找他治病 百治百孝 所以这老禅就拜他为师 学了几个口诀 从此也就摇个串林 替人治病虎口去了 奔走江湖近二十年 这年刚刚走到山东古千盛地方 有个大户 姓黄 名叫瑞和 害了个奇病 浑身自烂 每年总要溃个几个窟窿 今年治好这个 明年别处又溃几个窟窿 经历多年 没有人能治得这病 每发都在夏天 一过秋分就不要紧了 那年春天 刚刚老禅走到此地 黄大户家管市的 问他可有法子治这个病 他说 法子尽有 只是你们未必依我去做 今年全且略是小计 试试我的手段 若要此病永远不发 也没有什么难处 只需依着古人方法 那是百发百中的 别的病是神农 皇帝传下来的方法 只有此病是大禹传下来的方法 后来唐朝有个王景 得了这个传授 以后就没有人知道此方法了 今日奇缘 在下倒也懂得这些个 于是黄大户家 遂留老残住下 替他治病 说也奇怪 这年虽然小有溃烂 却是一个窟窿 也都没有出过 为此黄大户家甚为喜欢 看看秋分已过 病逝今年是不要紧的了 大家因为黄大户不出窟窿 是十多年来没有的事 异常快活 就叫了个戏班子 唱了三天谢神的戏 又在西花厅上 搭了一座菊花甲三 今天开宴 明天设习 闹得十分畅快 这日老残吃过午饭 应多喝了两杯酒 觉得身子有些困倦 就跑到自己房里 一张睡榻上 躺下 歇息歇息 才闭了眼睛 看外边就走近两个人来 一个叫文章博 一个叫德会生 这两人本是老残的自由 一起说道 这么长天大日的 老残 你蹲在家里做啥 老残年忙起身让座 说 我因为这两天困于酒时 觉得怪腻的 两人道 我们现在要往灯州府去 访蓬莱格的圣景 因此特来约你 车子已替你雇了 你赶紧收拾行李 就此动身吧 老残行李本不甚多 不过古书竖卷 一气竖剑 收减也极容易 请客之间便上了车 无非风餐露树 不久便到了登州 就在蓬莱格下 逆了两间客房 大家住下 也就玩赏玩赏 海市的虚情 渗楼的幻象 四日 老残相文德二公说道 人人都说日出好看 我们今夜何妨不睡 看一看日出何如 二人说道 老兄有此亲信 地等一定奉陪 秋天虽是昼夜停云时候 究竟日出日入 有蒙气传光 还觉得夜是短的 三人开了两瓶酒 取出熄来的摇转 一边吃酒 一边谈心 不知不觉 那东方已渐渐发大光明了 其实离日出上远 这就是蒙气传光的道理 三人又略谈片刻 得会声道 此刻也差不多是时候了 我们何妨先到格子上头去等呢 文章博说 耳边风声盛极 上头窗子太长 恐怕寒冷 比不得这屋子里暖和 须多穿两件衣服上去 个人照样办了 又都戴了千里镜 吸了毯子 由后面扶梯曲折上去 到了格子中间 靠窗一张桌子旁边坐下 朝东观看 只见海中白浪如山 一望无际 东北青烟树点 最近的是长山岛 再远便是大竹大黑等岛了 那格子旁边风声呼呼嘎响 仿佛格子都要摇动式的 天上云气一片一片嘎叠起 只见北边有一片大云飞到中间 将原有的云压将下去 并将东边一片云挤得越过越紧 越紧越不能相让 情状甚为诡诀 过了些时 也就变成一片红光了 惠声道 残兄 看此光景 今儿日出是看不着的了 老残道 天风海水 能以我情 即是看不着日出 此心亦不为辜负 张伯正在用远近凝视 说道 你们看 东边有一丝黑影 随波出没 定是一只轮船由此经过 于是大家 皆拿出远近 对着观看 看了一刻说道 试着试着 你看有极细一丝黑线 在那天水交界的地方 那不就是船身吗 大家看了一会儿 那轮船也就过去了 看不见了 惠声还拿远近左右观视 正在凝神 忽然大叫 哎呀哎呀 你瞧 那边一只帆船在那红坡巨浪之中 好不危险 两人道 在什么地方 惠声道 你望正东北瞧 那一片雪白浪花 不是长山岛吗 在长山岛的这边 渐渐来得近了 两人用远近一看都道 哎呀哎呀 实在危险得及 幸而是向这边来 不过二三十里就可破案了 相隔不过一点钟之久 那船来得夜以盛尽 三人用远近 凝神细看 原来船身 长有二十三四丈 原是只很大的船 船主坐在舵楼之上 楼下四人 专管转舵的是 前后六只尾杆 挂着六扇 旧帆 又有两只心帆 挂着一扇 畜心的帆 一扇半心不救的帆 算来这船便有八只尾了 船身吃仔很重 想那舱里 一定装的各项货物 船面上坐的人口 男男女女 不计其数 却无棚窗等件 遮盖封日 同那天津到北京火车的 三等客位一样 面上有北风吹着 身上有浪花溅着 又湿又寒 又饥又怕 看这船上的人 都有名不聊生的气象 那八善樊下 备有两人砖营绳脚的事 船头去船帮上 有许多的人 仿佛水手的打扮 这船水有二十三四丈长 却是破坏的地方不少 东边有一块 约有三丈长短 已经破坏 浪花直冠进去 那旁 人在东边 又有一块 约长一丈 水泊液渐渐轻入 其余的地方 无一处没有伤痕 那八个管烦的 却是认真的在那里管 只是个人管个人的烦 仿佛在八只船上似的 彼此不相关照 那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 男男女女队里乱窜 不知所作何事 用远近仔细看去 方知道 他在那里收他们 男男女女所带的干粮 并拨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 张伯看得亲切 不禁狂叫道 这些该死的奴才 你看 那船眼睁睁的就要沉附了 他们不知道想法敷衍着找点破案 敢在那里蹂躏好人 气死我了 惠声道 张哥不用着急 此船目下相距不过七八里路 等他们破案的时候 我们上去劝劝他们便是 正在说话之间 忽见那船上杀了几个人 抛下海去 累过舵来 又向东边去了 张伯气了两脚直跳 骂道 好好的一船人 无穷性命 无缘无故断送在这几个 驾驶的人手里 岂不冤枉 沉思了一下又说道 好在我们三脚下 有的是渔船 何不嫁一只去 将那几个驾船的人打死 换上几个 岂不救了一船人的性命 何等功德 何等痛快 惠声道 这个办法虽然痛快 究竟未免鲁莽 恐有未妥 请教禅歌以为何如 老禅笑向张伯道 张伯此计甚妙 只是不知你带几银人去 张伯愤道 禅歌怎么也这么糊涂 此时人家正在性命交官 不过一时救急 自然是我们三个人去 哪里有几银人来给你带去 老禅道 既然如此 他们船上驾驶的 不下头两百人 我们三个人要去杀他 恐怕只会送死 不会成事吧 高明以为何如 张伯一想 李璐却也不错 便道 依你该怎么样 难道白白地看他们死吗 老禅道 依我看来 驾驶的人并未成错 只因两个缘故 所以把这船就弄得狼狈不开了 怎么两个缘故呢 一则他们是走太平洋的 只会过太平日子 若遇风平浪静的时候 他驾驶的情状有超重自如之妙 不宜今日遇见这大的风浪 所以都毛了手脚 二则他们未曾预备方针 平常晴天的时候 照着老方法去走 又有日月星辰可看 所以南北东西上海不大很错 这就叫做靠天吃饭 哪知遇了这阴天 日月星辰都被云气遮了 所以他们就没了衣棒 心里不是不想望好处去做 只是不知东南西北 所以越走越错 为今之计 依张兄法子 驾驶于挺 追降上去 他的船中我们的船亲 一定追得上 到了之后 送他一个罗盘 他有了方向 便会走了 再将这有风浪 与无风浪的驾驶不同之处 告知船主 他们依了我们的话 岂不立刻就登彼岸了吗 会声道 老残所说即是 我们就赶紧照样办去 不然这一船人实在可为得及 说着 三人就下了格子 吩咐从人看守 行李物件 那三人却拒势空身 带了一个最准的相盘 一个寄线仪 并几件行船要用的物件 下了山 山脚下有个船屋 都是渔船停泊之处 选了一只轻快渔船 挂起帆来 一直追向前去 信息本日刮的是北风 所以向东向西都是旁风 是帆很便当的 一刹时 离大船已经不远了 山人仍拿远近不住细看 即至离大船食欲仗时 连船上人说话都听得见了 谁知道除那管船的人收刮众人外 又有一种人在那里高谈阔论的演说 只听他说的 你们个人均是出了船前做船的 况且这船也就是你们主仪的公司产业 现在都被这几个驾驶人弄得破坏不堪 你们全家老幼性命都在船上 难道都在这里等死不成 就不想个法子挽回挽回吗 真正该死奴才 众人被他骂得顿口无言 内中便有数人出来说道 你这先生所说的都是我们肺腑中欲说说不出的话 今日被先生唤醒 我们实在惭愧感激得很 只是请教有什么法子呢 那人便道 你们知道现在是非钱不行的世界了 你们大家练几个钱来 我们舍出自己的精神 拼着几个人流血 替你们争个万事安稳自由的基业 你们看好不好呢 众人一起拍掌称快 张伯远远听见对二人说道 不想那船上竟有这等英雄豪杰 早知如此 我们可以不必来了 惠声道 姑且将我们的樊落几页下来 不必追上那船了 看他们是如何的举动 躺真有点道理 我们便可回去了 老陈道 惠歌所说甚是 依于见看来 这等人恐怕不是办事的人 只是用几句文明的话头 骗几个钱用用罢了 当时三人便将樊叶落小 缓缓地尾大船之后 只见那船上人练了许多钱 交给眼说的人 看他如何动手 随之那眼说的人练了许多钱去 找了一块众人伤害不着的地方 立住了脚 便高声叫道 你们这些没血性的人 两些种类的畜生 还不赶紧去打那个掌舵的吗 又叫道 你们还不去把这些管船的一个一个杀了吗 哪知就有那不懂事的少年 依着他去打掌舵的 也有去骂船主的 就被那旁边人杀的杀了 抛弃下海的抛下海了 那个眼说的人又在高处大叫道 你们为什么没有团体 若是全船人一起动手 还怕打不过他们吗 那船上人就有老年小事的人 也高声叫道 诸位切不敢乱动 倘若这样做去 胜负未分船先负了 万万没有这个办法 惠生听得此语 向张伯道 原来这里的英雄只管自己练钱 叫别人流血的 老残道 幸而尚有几个老城持重的人 不然这船负得更快了 说着三人便将樊叶抽满 请客便与大船相近 高宫用膏子勾住大船 三人便跳江上去 走至舵楼底下 深深地唱了一个诺 便将自己的相盘与寄件仪等相取出城上 舵公看见道也和气 便问此物怎样用法 有何益处 正在议论 哪知那下等水手里面 忽然起了咆哮 说道 船主船主千万不可为这人所获 他们用的是外国相盘 一定是羊鬼子猜拣来的汉奸 他们是天主教 他们将这只大船已经卖于羊鬼子了 所以才有这个相盘 请船主赶紧将这三人绑去杀了 以除后患 唐宇他们多说几句话 再用了他们的相盘 就算收了羊鬼子的定钱 他们就要来拿我们的船了 谁知这一身吵嚷 满船的人据为之震动 就是那演说的英雄豪姐也在那里喊道 这是卖船的汉奸 快杀快杀 船主舵工听了 据游移不定 那中有一个舵工 是船主的叔叔 说道 你们来意甚善 只是众怒难犯 赶快去吧 三人垂泪 赶忙回了小船 哪知大船上人 愚怒未席 看三人上了小船 忙用被浪打碎了的乱装破板 打下船去 你想 一只小小渔船 整经得几百个人用力乱砸 请客之间 将那只渔船打得粉碎 看着沉下海中去了 为之三人性命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回 完 一只小船 感谢观看